今晚深喉咙 勇多深 花多深 韩国总统朴景慧 俄罗斯总统普京 大陆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 举办盛大阅兵 到底有哪些元首要来 25号宣布的名单 二战重要同盟国没几个赏脸 英美发等全都只派驻华使节 外国媒体提问很直接 除了俄罗斯以外 其他联合国常委会的常员国 不派最高领导人 对此中方有如何评价 我知道英国 美国 法国等西方国家 没有派自己最高的领导参加阅兵 我想知道你觉得 这对中方是不是一种侮辱 这问题真的有点尴尬 大陆外交部副部长张明只能低调回应 另外还有一个人为何不来 也被记者连番追问 请介绍一下为什么朝鲜领导人 金正恩不参加这次的纪念活动 我不知道能否证实一下 中国是否向金正恩发出了邀请 那么他这次不来华 而委派翠龙海过来的话 有没有向中方解释是什么样的原因 再次解释来者都是客 也很欢迎北韩二号人物 崔龙海率团来访 就是没说金正恩为何不来 不过大陆这次举办盛大阅兵 其实原本就被西方国家质疑 武力展示的真正目的 尽管一再强调 回忆战争是为了宣扬和平 但显然英美等国还是选择 不帮大陆站台 记者综合报道